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的速度已经很平均 大大改善了舒适度 比传统的治疗暗瘡印方案 相对地痛楚方面少很多 另外新式微针射频 除了有密充和连续性方式 它有不同的能量参数和模式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暗瘡印、深浅和大小 而作出合适的选择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病人 这是我们平常见到的真实情况 可以看到一个病人可以多于暗瘡印的种类 这个病人最主要是一些滚动型的暗瘡印 其次你看到是一些比较活跃的暗瘡印和红印 在不同的模式选择 尤其是一个密充的模式 可以连红印在一次治疗内 我们可以一起处理 微针射频除了暗瘡印的治疗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暗瘡的预防和控制 因为暗瘡严重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油脂分泌比较旺性 而微针射频正正是会破坏 皮下的油脂腺组织 做到一个控油的效果 其次控油量少了的话 它的毛孔相对地也会比较幼小一点 再加上微针射频 会增加一个骨胶囊的增生 相对上皮肤会比较紧致 望上的暗瘡印就会比较抚平 现在我们看到这位病人做完微针射频之后 你见到会有轻微红肿的情况 但这段时间的话 只会维持大概一至两天 就会自然消散 所以也不需要太担心 你见到上面的针印 其实勤体也不明显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病人 在做完微针射频这段时间 记得做回保湿、润敷膏 以及建议塗回防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